我们这节看的话 将为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ne中呢 我们的这个模糊和锐化工具啊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合成组上面呢 给他添加一个这个模糊和锐化 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我们这一看在这里呢 有一个x轴和y轴的意思啊 这一看x轴呢 其实就是横向模糊多少 然后y轴呢 就是纵向模糊多少 那下方呢 会有一个这个mode 这个mode选项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模糊层和原始的这张素材呢 会有一个叠加效果 这个叠加效果呢 有这个呃 添加 还有这个屏幕 或者或者高亮 或者是暗部啊 其中几种模式啊 可以来回去给他做一个这个切换 那我们将这个x轴数值调高 外轴数值调高 我们注意看 这是这个cccolorpro啊 也就是这个模糊它的这个效果啊 好了 我们将这个模糊效果给它做一个删除 然后呢 我们再选择第二个 这个模糊选项呢 我们注意看 我们将这个amount 也就是它的是个数值的意思啊 我们将这个数值呢 给它调大 你们注意看 其实呢 它是一个圆形啊 环形的一个模糊效果 我们注意看 同样的这个地方type呢 就是它的类型 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类型也可以 我们注意看 有多个类型 啊 第一个呢 有点类似于这种放射模糊的这种效果啊 下方呢 对应的是它的这个质量啊 质量呢 现在显示的是原始质量的50% 你可以将这个质量呢 给它再调高一点啊 那但是呢 这个数值越高呢 会最终消耗我们的这个内存的这个数值呢 也就越高啊 我们将这个数值呢 给它做一个删除 呃 我们再看下一个模糊和锐化 我们注意看 在这个 这地方有一个fast blur 啊 注意看 这个呢 就是真正的 我们的这个放射模糊的这个效果 我们将这个数值给它调高 我们注意看啊 放射模糊的效果 然后这个地方下方呢 有一个zoom 这个standard 我们换成这个亮度 啊 或者说这个暗部 会有一个这种放射模糊的这种效果 我们可以看 这里啊 啊 这里是这个fast blur 我们再给它换成这个 呃 vector blur 啊 然后换成这个 我们将这个amount数值呢 也是它的这个数值呢 给它调高 我们注意看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基底的这种效果 你看 这里呢 会是它的这个type 也就是它的这个类型 我们可以将这个类型呢 换成其他类型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不同种类型呢 会有不同效果的这种基底 我们注意看 这个呢 就有一点这种偏油化的这种效果了啊 好 我们再往下呢 这个模糊和锐化再往下呢 会有一个定向模糊 这个定向模糊呢 会有很强的方向性 具体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通过这个马表的它的这个指针的这个方向 给它定义一个这个度数 然后呢 这个模糊的这个长度呢 就是它模糊的这个幅度 我们将这个数值呢 可以调大 那么我们最终模糊的这个角度啊 我们注意看 就是正向的65度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定向模糊的这个效果 再往下呢 这个模糊和锐化下方呢 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高丝模糊啊 这个都非常简单 我们注意看它的这个参数设置也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就不多说了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注意看 模糊这一块呢 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往下会有一些这个锐化呀 什么的 这个锐化 具体它的这个使用方法也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呢 有一个这个 嗯 锐化 也就是这个数值啊 这个数值呢 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因为它这个参数特别简单 这个锐化量呢 呃 百分之这个0.0的时候呢 它是现在默认的时候呢 它是锐化值呢 就是0 但我们将这个数值呢 给它调大以后呢 我们最终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呢 会明显增加了一些这个颗粒感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通过借助这个锐化的这个数值呢 来提高我们画面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质感 比如说它的这个清晰度 那我们将这个数值呢 不能给它调的太大 如果调的太大的话 会明显的会有一些这种像素的这种效果 我们注意看 有点失真啊 所以说这个数值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给它给到10以下 10左右就可以了 嗯 这样的话会稍微可以提高一下 我们画面的一个这个清晰度 我们可以看 在这里啊 好了 这是这个锐化的效果 那么对于这个锐化 其他的一些这个效果呢 我们可以自己去打开 自己去试试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一个镜头 摄像机镜头模糊 这个数值呢 这个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使用这种摄像机镜头模糊呢 无非就是用来模拟一些这个景深的这个效果 但是它的这个参数呢 稍微有一些这个复杂 我们一般情况下模拟景深呢 其实就是使用的这个模糊和 模糊和锐化里面的这个快速模糊或者说高次模糊都可以 我们快速模糊这个数值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将这个数值呢 给它调高就可以了 我们注意看画面呢 整体呢 会有一些这种模糊的这种效果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效果栏里面 效果栏里的这个模糊和这个锐化效果 它的一个这个使用方法